Yo 我是老薇 今天要來開箱這款 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什麼樣的模型 但是因為我本身覺得就是可以看到妹子 看到妹子就想開箱 就是這款舞玉雷 好像是電動玩具就是的機體 然後就是也是非常非常久以前的模型 那因為壽屋 壽屋最近在犯了這款模型 因為其實這個是有一個系列的 但是這個紫色跟另外一款紅色有在犯 我看其他應該就應該永遠都不會有了吧 就像壽屋的機器人大戰 你要等它再犯大概等到 不知道有生之年看不看得到 好啦反正這款舞玉雷 我是覺得說我自己會覺得說它還不錯的原因 是因為你可以看到說它在這個地方 它除了就是本身的本體以外 它的武裝部分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你把這些武裝全部都把它裝上去的時候 感覺還有那種全武裝的感覺 而且重點是因為它的盒子非常大 就是我覺得有比MG再大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說以這麼大 然後又這麼 就是感覺板件還算蠻多 因為拿起來還蠻重的 就是壽屋很少的那種模型 讓我覺得說 好像板件很多很重的感覺 然後才賣好像不到1400塊錢吧 所以如果你已經玩膩鋼彈的話 你想嘗點不一樣口味的話 我覺得最近這款再犯 你真的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 就是當然壽屋的模型 你打開就會知道 所以今天反正就是如果你不買的話 基本上可以看一下開箱就好了 好 可以看到說它其實這一個系列 因為早期的壽屋 我覺得還不錯的一點就是 它板件比較多 如果是1400的壽屋的話 基本上它板件應該是很大片 然後就是像HG組裝這樣 然後也沒有很精緻這樣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這一款 就是它除了板件很多以外 真的板件算很多耶 除了板件都是素的就是全部都是紫色以外 因為本機畢竟這個本身的機體就是紫色嘛 所以它就是紫色跟一大堆的黑色 然後黑色部分的話大部分都是武器啊 這把好像初號機的刀喔 好可以看到說它基本上就只有兩個顏色的板件啊 所以不曉得說就是這麼素的模型 你會想要入手嗎 當然那裡面會有一些特效件 就是一些很細小的一些紅色的透明件 那所以你就覺得說 這樣的模型就是如果除非是真的是 對這個機體要有愛喔 要不然的話 我是覺得說首先它年紀很大 我覺得很多人對於這個IP根本就不熟悉 那就根本不用講說就是它看到這個板件 就只有這種顏色的話 我覺得它真的會馬上就量了一半了 但是秉著開玩笑的心情還是來看一下說明書吧 可以看到說它裡面有很多機體介紹 雖然我也不知道這個機體 這個電動玩具是什麼東西 但是就好像是還蠻早期的 因為我上網查一下是XBOX 360 不知道是十年前的遊戲吧 好可以看到說這樣的感覺 然後組裝起來 其實我覺得全武裝狀態 因為我覺得全武裝狀態真的是非常的帥 就是頭有點像粗號機 然後紫色的粗號機 要不然就把它改個色好了 你再加點綠色 就變成粗號機配色 我覺得感覺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就是獻給你想要買一些鋼膽以外的模型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好啦我們簡單開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